鄉親夫人 今天請問大家晚安 台灣一位移民紅石層 去到菲律賓亂槍打死 這件事不過今天 所以有一點變成各說各話 在國際上好像菲律賓想盡辦法 要把台灣移民變成所謂的 潘洋 bad guy 台灣在這上面 如何才能夠獲得我們應該有的 公理和正義 菲律賓用什麼辦法 讓他們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我們這裡切下去 各位介紹去劉士台北台北 我們的政治學者 鄧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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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聽到的 黃雄高雄 大家好 再來 資深媒體的翁水町 大家好 同樣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總聯網 主持人 郭美鳳琴大家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菲律賓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甚至於有很多地方還傳出來 台灣人欺負他們的費勞 甚至說可能要撤僑 是不是有區域在後面製造 對台灣不利的謠言 拿來看看 不但不道歉 態度更越來越強硬 不只非國總統府擺出高姿態 一名菲律賓參議員 同時也是國際犯罪法庭的法官 以得分鎖聲的牙哥他也跟著說 菲律賓基於一中原則 不道歉是正確的行為 政府政壇不認錯 非國媒體更大篇幅報導 台灣人攻擊非國勞工 轉移非國輿論焦點 佩瑞茲雖然沒說出撤僑 但是非國媒體已經解讀為 非國隨時準備撤僑 再加上張官麗戴的報導 拿中國畫面當台灣用 不論是台灣反應還是國際輿論 非國媒體鋪天蓋地 正努力刷黑台灣 所以各位媒體你看看 他們這在他們的國內 透過每天的方法 好像台灣無理取鬧 百年菲律賓人 還可能在台灣的非勞 可能受到台灣人的百年和求婦 有這種事沒有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馬尼拉經文書理事主席佩瑞茲 上次來我們台灣兩次回去 上週在台吃壁門跟反飛後 活力全開 接受非國DJM的電台方向 他怎麼說 他說我們台灣調查團 復衛的過程草率 然後呢 我們正在等候適當時機 等候台灣怒氣降溫 台灣人高度情緒化 台灣媒體火上加油 以致大家怒氣衝天 林隆兄 他在理會台灣人是說 我願意剖心給台灣人看 我對這件事情的遺憾跟潛意 等一料天油加醋 汙衊台灣人呢 有這種事 但是為什麼這麼做 這很簡單 我相信 菲律賓政府 這樣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暗截他們的官員在海上犯罪屬性 這個東西他們不能勝任 葛政委自己也沒想要勝任 沒勝任說 飛去旁邊的官員 鄉親 這個帕西台灣的遺憾 這件事 尾頭要後到尾就對了 所以 今天 接下來可能會製造很多 剛才主持人所說出來的 包括裴瑞茲 曾經講過的撤僑 這種的公法 這是不可思議的 原意 是怎麼說 一般進行 撤僑只有在兩種情況之下 一個就是建政 兩國有建政 第二 天災地面 沒錯 要撤僑 現在是怎麼進行 菲律賓政府要撤僑 在台灣撤僑 有什麼屬性 可以記出來 說有撤僑的 這個主客觀的條件 沒有 所以掩飾罪行 是目前看起來 菲律賓政府打全面打 國際文宣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理由 看樣子他現在國內搞起 同仇敵愷 對付台灣 因為台灣人真壞 所以變成這樣 見識到了吧 我相信馬英九政府 從來沒有想到 在我們台灣會的菲律賓 竟是這個樣的嘴臉 對不對 要走要離開台灣 今天跟你說 剖心剖廢 要讓你台灣人看 一家菲律賓就逼命了 馬上看 可是你知道嗎 是誰造成今天 人有那個舞台 跟那個能力 我們是比海者 比海者 現在用線水配 你知道嗎 現在台灣被他們說成什麼樣 之前他們騎在 他們之前騎在什麼 我是菲律賓的領海 執行公務 然後頂多了不起 就有點過當這樣而已 對不對 台裏的貴民 結果現在變成怎樣 變成怎樣 變成說他們派人來道歉 總統特使來台灣 不接受還要給人家制裁 現在變成 我們還進一步 要毆打他們的 整個菲律賓的僑民 然後虐待他們的外勞 奇怪 你現在回去看 你看 禮拜時 是菲律賓 所有的這些外勞 僑民 他們聚集做禮拜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 有對他們不理性 到那個程度嗎 我們不再在電視上講 菲律賓政府壓慢 對我們台灣不好 對我們的貴民 屠殺 還不願意道歉 這是他的政府不對 不過他現在老百姓是無故的 是可憐的 所以你不應該去動他們 不可以去動他們 結果你看 人家現在文憲 在國際世界上打成這樣 所以你要怎麼樣 文公武賀 你文公兄說得這樣對不對 你要打回去把事實的真相 告訴大家 我們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不是像他們這樣 把我們往我們臉上塗黑黑的 然後呢 我們好像一直啞口無言一樣 各位朋友 大家要真道理說 必做打媒體戰 而且從國內打到國際 我們再來看另外這一張 反非受訪的佩瑞茲表示說 台灣人情緒高漲 已經有庶民非人遭攻擊 部分餐廳市場和超市 不歡迎非人進入 因此MACO提醒在台的非人 要注意安全 佩瑞茲還抱怨喔 說有台灣記者攝影機 差點打到他的頭 還有人踢他 部分台灣媒體煽動民眾 對非國的仇恨 宇鴻兄 有這種事 台灣記者還 攝影機插頂打他的頭 還有人踢他 這個回去 這樣說 真的沒有仇恨要變仇恨 我覺得當然 這個絕對不可能 像便當事件 到現在還是講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對 大家對菲律賓非常生氣 對佩瑞茲說下一位 我們大家也非常生氣 但是呢 誰提供這些材料 本來這件事情一開始 馬英九就應該意識到說 台灣一定要先站在道德高地 跟華理高地 就是你道德上你要站得住腳 華理上你要站得住腳 民眾 台灣人民非常生氣 這個媒體非常憤怒 表達全國的憤怒 這是很清雄的 你今天國際媒體也不會來罵 今天所有的問題都是馬英九 馬英九處理錯誤 馬英九無能 馬英九自己找來的 所有的對台灣這個國家的侮辱 這筆帳 我覺得都應該算在馬英九身上 你看這個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前面兩天 那個時候是馬英九的黃金時間 我在這邊講了再講 他第一時間就應該非常強硬 態度應該非常強硬 但是呢 我也不用說 那個時候就應該把這個 我們的海巡 海巡的這個艦艇 甚至於第二線的海軍 就應該出去了 去賦予這種事情 做就可以 多做 但是不用多講 你看馬英九 講了一道都做不到的 到最後被人家看破手腳 然後又幹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招招招招招招去 但是各位朋友 這是一個全面性的捍衛台灣 應該有的權力公理 之前說要去過去菲律賓馬里達 要參與調查 結果他們故意農論我們 說要平行調查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之後 有關於調查這件事情 台灣跟菲律賓要如何 來折衷 來看看 留著一頭長捲法 他就是法務部國際法律司 主任檢察官楊婉莉 十八號才跟調查團一起返台 只待了一天 十九號晚間又動身前往飛國 但這次沒有任何大陣仗 單槍匹馬 今天有繼續的洽商 那美口跟貼口呢 認為說在洽商過程中呢 需要有一些法治上的意見 所以呢 他們邀請我們楊主任檢察官 因為他對菲律賓的事務 比較熟悉 要請他去做法治上的這個諮詢 法務部表示我國與菲律賓簽署 司法互助協定 楊婉莉是主要談判人 因此由他代表我方 與菲律賓司法部 國調局海巡署 就兩國的平行調查開協商會 談判有進展 早在法務部週日記者會 就被關切二度派人的時間 當時陳明堂次長與待玄機 我可以明確說明天不會有調查團出發 自己能夠快到什麼程度 這可能要看這幾天 相關協商的進度 這場傍晚的記者會結束沒多久 楊婉莉就臨時接到 駐飛辦事處通知 晚間七點多出發 直到隔天消息才曝光 台飛司法互助變得像鴨子滑水 表面上靜悄悄 菲律賓也預定在週二派人來台 為平行調查做準備 就屏東地點署不得偵辦 他們那的人派人陪同呢 還是說法部我們中央這裡 會派人陪同 如果偵查作為的話 是以檢查官為主體之下 的處理又不是法務部 因為法務部是負責行政 法務部表明在同一非國 司法互助請求後 基於平等互惠原則 會採取你動一步 我也動一步相互配合的步調 以免再度發生各說各話的窘境 欸 連旺邀告 在那亮了將近兩天 平日摸著回來 台灣人去那邊死 可現在似乎是對方在出牌 他叫我們去 我們就去 台灣應該怎麼來看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個平行調查美其民 好像是司法互助的一環 但是我今天發展到最患 恐怕就會變成各說各話 什麼叫平行調查 就是你調查你的 我調查我的 是 你台灣去菲律賓看菲律賓的證據 菲律賓來台灣看台灣的證據 所以他們有一個消息傳出來說 菲律賓的人名字要搞 希望可以開關驗屍嘛 當然洪嘉是一定拒絕嘛 因為已經入鏈了 絕對不能做這種事情 是不是有人想他故意出這個壞主義 知道台灣人的習慣 知道台灣人習俗 這種事情是不可能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這代表兩個意義 一個意義就是說 如果他故意了解台灣習俗 條工要做這個事情 代表說他這次來平行調查 是沒有誠意的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說 他根本不相信台灣的法醫 跟檢察官驗屍的相關報告 不過正常來說 應該是台灣把法醫跟檢察官驗屍報告 提供給他看 就就就結束了嘛 因為司法互助要基於互信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行調查 會怎麼演下去 我覺得可能未來可能還有很 很多不同的關卡要繼續做 但是我最擔心的結果是 最初的福利兵調查出來 回去開記者會說 我們調查結果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還是維持前幾天那套說辭 頂多就是直把過當 可是台灣的調查結果呢 就變成冷血的謀殺 是雙方各開各的記者會 各說各話 最後你還是得不到 得不到一個真正的結果 所以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我印象中 我是最早的媒體公開 服用台灣人要冷靜 不要對菲律賓在台灣的任何的 飛籍人士有任何不理性的行為 很高興台灣人水準很高 到目前為止發生兩件 都跟菲律賓國籍無關 那個都是一個是飆車族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人民的國民的水準是很高的 裴瑞茲講這樣的話 當然有他用意 可是我提醒外交部各外館 為什麼國際媒體會站在菲律賓這邊 因為很簡單 菲律賓國內媒體報道是用英文 很方便其他國家國際媒體去引述他的報導 可是台灣這一點是吃虧 所以我覺得外交部 你真的趕快通令全世界一百多個外館 要加倍努力 主動去找當地的媒體 去跟他講說 菲律賓被攻擊 那個事情是怎麼樣 那跟菲律賓國籍無關 你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澄清 要不然再過幾天在國際上 行訴什麼印象 台灣很不講理 又是軍艦 又是打菲律賓人 又是對裴瑞茲不禮貌 又代表菲律賓人民來道歉 對 那台灣整個被抹黑到 變成跟北韓差不多國家就完蛋了 各位朋友 菲律賓司法部長德里馬 今天有說 他說台灣跟菲律賓調查小組 將平行調查 那麼漁船招槍擊案就平行調查 但是他不會讓台灣方面檢視案發的錄影帶 台灣也不能詢問非方的海方人員 另外 因為非國同意平行調查 菲律賓國家調查局的小組準備來台灣 並表示如果家屬同意 希望對中槍身亡的漁民 再次驗屍 各位朋友 你很想要把他拔下去為什麼 你連他的那些涉案的人員 給他問一下 他不讓你問 但是他要來台灣說 買開關要驗屍 可見這個地方 他們的態度 說實在 已經超過 又超過了 我們一段先告一下 稍微聊到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台飛漁船衝突爆發了 雖然獨立站在我們這邊 但是因為菲律賓的官方語言是英文 所以國際輿論卻倒向菲律賓那一邊 許多台灣的網友自動自發的製作影片 向國際發聲幫台灣的政務 幫台灣的外交部 我們來看看這一則報道 來 用沉重的配樂 和一張張令人震撼的照片 這段三分多鐘的影片要控訴 菲律賓政府長期以來 對台灣漁民的暴行 透過一幕幕讓人鼻酸 甚至是憤怒的畫面 加上動畫效果 和中英文對照字幕 很快就能清楚了解台灣漁民 招菲律賓魚震船射殺的惡劣行徑 而這部影片的製作人 就是他 年紀只有28歲的影像工作者奧斯汀 我想說用這支影片 來讓國人看到 並且散播出去 帶給國人以及世界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其實是被栽贖和欺負的 只花一天半時間 而且幾乎不花錢 就做出這支揭露菲律賓政府暴行的影片 奧斯汀把愛國熱血化成影像來表達 立刻獲得民眾回想 看到影片 我覺得好像真的有那麼嚴重 就是 就讓大家更關心這件事 有很用心 就是要讓很多人知道 給Facebook很多朋友知道 一直狂按讚 開個帳號多按他幾次 為了讓全世界都能瞭解真相 台灣民眾要用各種不同管道 告訴菲律賓我們不是好惹的 各位朋友 這從影像到聲音 就比較清楚的傳遞 我們台灣人這次 叫菲律賓怎麼吞打 明明說怕死 但是怎麼會國際上 好像是我們不對 菲律賓的總統 他更是更是嘴硬 他怎麼說 非國馬里拉公報 今天報導說 艾奎諾政府也無意重新考慮 讓台非雙方展開共同調查 非國政府先前已經拒絕 台灣的共同調查要求 非國總統艾奎諾三世 也不會傾向由他個人 就台灣漁民遭槍下一事 向總統馬英九來道歉 贏農兄 已經好像得了便宜還賣乖 好像國際上 退營戰士的 為如來如當 但是我們冷靜一點來看 到底現狀是怎麼樣 我想在一開始 回想起來 馬政府在這個事情上面 調子一下子 是拉得非常非常高 包括七十二小時的這種 最後通牒 然後加上這個十一項的制裁等等 但是看起來 菲律賓政府 他們都覺得這沒關係 甚至覺得這個 根本無關痛癢 然後呢 我相信 我相信菲律賓政府很清楚 這件事情上他們是絕對是理虧的 但是他們不願意去承認 這個非國的這個官員 這樣子濫殺這個台灣的漁民 所以在調子上面慢慢轉向強硬的時候 他們反而這個我覺得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這一步一步走下去到尾 可能是沒有才能收縮 譬如說 共同調查這個事情就好了 共同調查 只有四字而已 到底他股體的利用是什麼 是 書法款是租款的行數 所以任何一個租款 獨立的國家 他不可能去跟人混淆 這個租款和這個書法款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到底共同調查 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今天林永樂部長 他公開表示說 非國認為說 共同調查涉及主權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也有同樣的考慮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就是臺灣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一開始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冷靜一點 持平的去看這個事情 就是說今天回到平行調查 是 你尊重我的資本 我尊重你的資本 但是呢 重點就是說 我希望知道 譬如說這次的碟寫事件 臺灣政府對對方要求說 到底是誰人 下令開床 三人開床 用開幾床 什麼情況是這樣開床 照今天這個 我非常贊成 臺大這個國際法的教授 江鴻池中的一個觀察 他講說 你這隻巡大46床 彈孔 光是彈孔就46個 是 那沒有包括在來不知道多少 所以偏遠 菲律賓那巡大台 你打一台修巡 還有一個無無中的修巡 不過打到差不多要嘴 應該是長短槍加機關槍 五人整個都落進去 46床 可能要十倍以上 所以像這種事 我們要去問 用平行調查 到底凶手是誰 然後他開了幾槍 用什麼樣的武器 如何如何 誰下令 把這個真相給找出來 我覺得 我們不要一直只是好像 默不吭聲的 也不提出要求 我們要 就是說 佔我們的立場 距離 該講什麼就講什麼 是 年王我這麼來看 現在變成殺人 跟被殺 站在同樣的地位 我們要看他的錄影帶 我們要跟對方的這個 船上的那些人講話 他要看我們的屍體 要看我們的船 好像我們是在貧情 但他連錄影帶都不讓我看 連非方人都不讓我們去問 這樣的貧情調查 有意義嗎 其實這個案子 本來最理想的狀況 應該是雙方 因為既然簽了司法互助協定 我要提醒大家 兩千空空兩年台東的滿村一號漁船 也是被菲律賓水警開槍殺死 當時我們臺中地檢所檢察官 是跑到菲律賓去詢問嫌犯 而且還依詢問 還有相關施政起訴他 只是因為沒有引渡 所以無法引渡他來臺灣 接受司法審判 當時臺非是沒有司法互助協定 但是因為那件事情促成了臺非 簽了司法互助協定 我是不曉得臺非的司法互助協定內容 具體內容到底是什麼 可是最基本的司法互助協定 一定會問到 一定會提到這個問題 萬一發生這樣的案件的時候 雙方應該怎麼調查 其實最理想狀況 應該是共同調查 雙方組一個專案小組 一起到菲律賓看完證據 再回臺灣看完證據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案情 最後得到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結論 開記者會說明 平行調查 我們調查我們的 然後結果我們要看錄影帶 不給你看 要詢問嫌犯 不讓你問 但是他想要開關驗屍 我覺得這個不叫平行調查 這個變成菲律賓 如果我們答應他的要求 他們都不答應我們的要求的時候 變成菲律賓在臺灣 就有司法管轄權 那這個平行 可能會變成平行線 最後永遠無法交集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當然外交部你也不需要說 一開始就非常抗拒 你也可以跟人家說 你我家屬沒辦法同意開關驗屍 那你要其他要求 那你要讓我看錄影帶 你要讓我問嫌犯 大家一步一步來 你要求什麼 我要求什麼 最後我們希望這個案子 能夠查出一個真相 而且我們其實我們最大的希望是說 能夠逞兇 能夠讓正義功力得到伸張 是 所以現在臺灣人民 真的非常非常的急 那臺灣網友做什麼事情呢 那麼除了網友製作影片說明事件真相之外 剛剛給各位看了 還有許多的民眾透過其他的管道 要讓國際社會有機會看清楚事件真實的面貌 我們來看看以下這則報導 民眾齊聚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 還拉出白布條 因為不滿美方對臺飛遺傳爭議的發言 偏袒菲律賓 我們要求美國以人權立國的精神 正式來譴責菲律賓 今天我要將抗議書來交給他 不只遞交抗議書 臺飛遺傳爭議還登上了美國白宮網站 請願頁面上要求歐巴馬政府提供必要協助 以免臺灣人民遭到菲律賓謀殺 並且重見友誼 消息傳出不但立委發動連署 各方網友也來響應 請願活動從五月十五號發起 短短五天的時間 連署人數已經達到十萬七千多人 依照規定網頁上的請願活動 如果三十天內有十萬人連署 美國政府就應該回應 臺灣民間自發爭取美國支持 無論能不能得到百公回應 起碼已經向國際發聲 好 隨時我們看到 臺灣的網友自己製作 非常非常具有印象深刻的這款的影片 臺灣人上美國白宮網站去連署 短短就超過十萬人 美國白宮可能必須回應 臺灣人真的只要 必要好好一張休息 我贏到輸出 一個二十八歲的少年 做一個三分鐘的影帶 比你整個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威力和震撼能力更大 這是什麼狀況啊 各位啊 你們大家都在說平行調查 這件事已經變成不平行調查 為什麼 你跟人家佩瑞斯這樣擲回去 你不要外交 你之前一天跟他們的代表 苦苦的代表 白西里當作風帝一樣 當作有總統一樣的待遇 結果你價格對人家的特使是一種態度 人家當然回去 你都沒去想到嗎 你都沒去想到說 你這十七個 兩岸司法副助協定 你這樣對人家的特使 這些人起到火裡邊會怎樣 你怎麼弄走他嘛 再弄走他一次 我說不客氣就是這樣 兩岸司法副助協定 照理來說 是對司法的部分大家合作 合作並不表示可以凌駕 司法管轄權 如果在台灣發生 當然也是我們優先嘛 對不對 在火裡邊也是一樣 只是說我們可以合作 進行調查 這樣而已 不是說過期之後 我一定可以怎樣 沒有那種事情 不過 他們如果要來台灣 也沒有那個主席 要給我們開關驗屍啊 你知道嗎 你連錄影帶都不讓台灣看 這沒有互信基礎嘛 平行調查的意思是說 我們互相合作 合作就是要互信嘛 各位啊 現在問題又來了 這幾天開始 我看台灣少數的媒體 包括報索跟一些 所謂特定的名義代表 又來了 兩岸共同互語 你懂嗎 這個問題來了 我已經主意很久了 這十幾天來 所有的媒體報道 包括報索全部都收起來 有人特別在說 兩岸要共同互語啊 這樣子才能夠共同向 菲律賓施壓 各位 為什麼小愛國 那種菲律賓的總統 跟現在 不敢跟台灣的政府 跟總統道歉 很簡單 一個中國原則嘛 那如果 你還跟兩岸共同互語 那不是坐實的 就是一個中國嗎 所以以後就沒有台灣嘛 以後叫什麼 中國台灣 中國台北 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這件事情 本來是一個很單純 就是台灣的那些民 產遭菲律賓的公務船屠殺 這樣而已 所以我要請個公道 沒有整個報 因為菲律賓把它複雜化 現在沒有太過分了 好 剛才 宇永兄 台灣人為什麼到白宮去連署 當然這個氣還是消不了啊 所以希望 像這樣白宮來出出氣嘛 可是我覺得說 這個白宮 美國方面呢 他一定會約束菲律賓啦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讓菲律賓再繼續欺負台灣 你看台灣現在全國罵翻 大家怒不可惡 這種情況下 台灣人他感情 他的那個憤怒沒有辦法 是個消散的話 就剛剛瑞德講了嘛 那這個北京來幫忙啊 是 那時候可能大家的民意 民氣就會朝那個方向去發展 中國人對台灣人 比美國人對台灣人好 沒有錯啊 那這個到最後美國也會不會太刷 因為其實美國也蠻關心說 在這個事件裡面啊 台灣到底會 會不會跟中國聯合賦予 這個是美國最關心的嘛 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問題沒有問題 美國不會不會虧待台灣 是 那是台灣馬政府馬英九 你要處理好啊 是 你處理不好 好像大家都都不知道怎麼 我剛剛講了啊 你第一時間 我覺得今天我們我們將心比心啊 你從菲律賓的立場來看 你第一時間 都還沒有 四十八點鐘點點 早前兩天 兩天黑白布 是 再來七十二小時通牒 是 那開出來的條件 叫人家要逞兇 要賠償 要正式道歉 這樣我覺得是有點過分啊 因為我覺得第一時間最好就是說 要求菲律賓聯合組那個 共同調查小組 聯合調查 是 對這個要求 但是我們的軍隊 我們的那個護嶼的部隊 是 那個船艦就應該出去 是 出去在那邊 應該一直在那邊 不要跟你講說 一天要五百萬 沒有錢 沒有錢 那個護嶼這個為了國家主權 是 一年二十億嘛 很多人算過嘛 是 這個船艦就給他出去 就擺在菲律賓的門口 值得 但是那個不用多講 是 那個讓媒體去報導 我們有很多船艦在那邊 是 但是馬政府應該跟菲律賓談 是 我們要組聯合共同 聯合這個調查小組 是 我們把真相弄清楚 一旦真相搞清楚 是 那李菲律賓就要承諾 賠償 是 而且要正式道歉 是 如果你處理的秩序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站在華裏的這一邊嘛 是 我們本來是被霸凌了嘛 我們本來是被人被殺了嘛 是 這麼現在搞成 菲律賓在那邊 壯可憐 我覺得這完全不合公理嘛 是 聽起來馬英九這一次 對菲律賓的作為 似乎他想的 從剛剛來講 不是從台灣人的感情 而是從他自己 在這件事情上 是不是可以 某種程度 我們不要講說利用了 可以展現 他總統的民調 往上拉的這種機會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 繼續 謝謝 馬英九 馬英九 從內政到外交 民眾宣洩對馬總統的不滿 根據媒體民調 有七成的民眾 對馬總統施政不滿意 滿意的只有 百分之二十三點二 不滿意的政策 首推 由電雙掌十二年國教政策 以及開徵正所稅 一個無能的總統 一個無心的總統 一個無感的總統 這種三無總統的表現 他的執政的成績單 可以申請列入金市世界紀錄 好 各位朋友 因為馬英九五二零連任滿周年 本來是依照慣例發表談話 但是因為中南部豪雨 所以改到防災中心 聽取簡報 那馬英九今天的表現如何呢 我們來看看這則報導 總統一邊聽各單位報告 但他的神情看起來很疲憊 眼皮重到好像要垂下來一般 沒辦法趕走瞌睡蟲 總統只好把左右手交叉 刺激一下穴道 卻止不住想去夢周公的慾望 總統府府秘書長熊光華 趕緊遞上發言人所寫的紙條 總統仔細端詳了一番 眼睛突然亮了起來 原來這張紙條大有玄機 寫著總統媒體在拍您打瞌睡 根據瞭解總統這幾天連夜 處理菲律賓的事情 還為了看我國捉求好手莊志淵 陳建案的奪金賽 到二十號的凌晨一點才睡 難怪會精神不濟 災害發生的前夕呼籲民眾 沒有必要 就盡少 不要出門 或者減少出門 總統520週年打瞌睡 學長 我們不敢期望馬英九去打菲律賓 可是至少你不要打瞌睡 對沒有錯 有一個廣告詞 你累了嗎 我實在是想要學阿扁說話 有這麼疲勞嗎 總統疲到 因為本來這個行程是什麼 本來是要勤救他就職 連任後一週年 所以要發表一些事情 帶一大堆去看很多地方 都要去宣揚政績 那麼當然他可能前一天是真的很疲勞 所以這個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當一個國家的總統和領導人 他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我以前做過曹洪蘇的這些聲稱 記者令議會上 那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有沒有 是最重要全國最重要救災的東西 總統來是一件大事 總統來了以後 各單位當然就講 大家就簡報啦 講什麼有的 這個是很重要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各部會 跟所有的媒體都在看 都在看什麼 都在看總統 所以總統在這個時候 竟然會打瞌睡 而且我印象中 他不是第一次打瞌睡 被媒體拍到了你知道嗎 不要是他太疲 太疲的情況下 你記不記得羅書磊 國民黨的理會羅書磊的委員曾經講 就請他不要再兼國民黨的主席 因為他太累了 其實我告訴他說 台灣人辛苦了 為什麼呢 你們竟然可以忍受 麥英九做五年的總統做到現在 對不對 但是台灣人強氣了 為什麼 為了才開始 你們春三年 你們想他就不會當總統 他就下台了你知道嗎 可是問題是 很久還有三年的機會 先委級的總統 應該把國家大事 列為最大的優先 而不是國民黨內部的提名 如何運作這不重要 因為身為總統 只要把國家的大事弄好了以後 所有的人給你的歷史定位 都不會再是一個所謂的bomb了 其實我有聽朋友在說 他看了今天馬英九 五二零周年打瞌睡 你知道他說什麼 如果馬英九答應我們 後面這三年他繼續睡 他民調會高 真的 為什麼我們來看看 不要再說話就好 對啊 你不要再去補一下 我們看一下 馬英九周年執政滿意度 我們來看一下 新台灣國策 五月十二號 TPPS五月十七號 旺旺中時五月二十號 我們看一下樣本書籍 1069 10千都一超一千份 新台灣國策 滿意度二十八不到 十九點一 不滿意度 六九點九 總要破七十 TPPS 旺旺中時 同樣滿意度 連十五趴不到 但是不滿意度 破70 70% 旺旺中時 同樣滿意度 123% 不滿意度 照樣是70% 這是馬英九這次 這個五二零滿得 這個滿意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有解釋 為了可能的大雨災情 馬英九取消了 就職周年記者會的行程 這是任內首次 但是馬英九難題卻會消失 府院高陳真說 過去所有的改革 馬都是在馬聲中完成的 此後也是一樣 意思又是怎樣 馬英九 欸 英龍兄 馬英九民調會低 是因為 他改革了 給我們評論一下 這個大概是今年最大的笑話 是 最大的笑話 馬英九改革 到底改革了什麼 是 馬英九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沒有做過任何改革 他喊得很大聲 這改革的意思是說 這賣的東西 要把它變好 好改革 所以政治改革 社會改革 經濟改革 是 給台灣更好 經濟更好 經濟更好 修法更好 教育更好 年金大家有保障更好 這讓人家有改革 都做到民調應該是站在那裡 就是啊 這民調這三經 tvbs tvbs 旺旺 台灣人 所以這三經 都性質不太一樣 都很一體 這不會好笑 是 人民的感覺是最真實的 是 真的你看說 不是只有過期這十十年 是 罵的無法任何的作為 過期五年 真的你看什麼作為 你為國風華 九龍華 是 內政包括修法教育社會 這個年金 福利 頂頂都一項做到人民的感覺會黑漏 是 沒有一項人民覺得黑漏 包括這個事情 菲律賓官 這個帕斯 台灣的鄙民 這件事 當然是一個不想的事情 但也是提供給作為一個國家的元首 一個最好的機會去表現 他的地國的能力 是 你要怎麼去維護台灣的國家的循環 要怎麼循環 要怎麼去維護這個租款的環境 是 你去討論一個公道 這是人權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的貴款的問題 但是我們只看他在那裡 看一些高調出來 做一些制裁 其實他就沒有在效力 所以跟政委寺 從南到北 從西到當人民 既然大家都 嚇到要出火 是 所以這樣過他的五里空 比喻 但是我要說一項 就是說 比較比喻就是說 邱志偉講說他是無能 無心無感 可是我覺得無能已經沒辦法形容馬先生 是 今天包括對天氣 今天天氣 坦白說 也沒辦法 是 你一個總統 坦白說你一周年 真的 你要翻新過去 檢討未來 電望未來 給台灣人民有些信心 結果你念這個 藉由一個天氣的理由 你也回避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 那個年況凶 你認為是天氣不好 還是心情不好 應該都不好吧 是 其實謝老師你的朋友是說希望 不要給未來再睡三年 是 我的朋友是說 他過去說你不是都在睡 就不會睡過了 是 馬英九講說他是因為改革 所以這個民調低 因為改革會得罪人 大家都知道 馬英九是常常在改革 可是改革的目的不是改革 改革目的是要成功 請問你哪一件改革成功的 我隨便舉兩個例子 剛剛洪老師在講到說 這個軍艦護漁油料費花很多 有人算一年花二十億 是 我們政府補貼軍工叫十八趴 利息補貼 是 一年既就八百億 今年九百億 未來最廣告一千四百億 我們平均拿一千億就好 一千億大家知道 可以讓這些軍艦跑多久嗎 跑五十年 可以走五十年 大家說要改革 請問你改革了什麼東西 本來考試院送出來的方案 好像很嚴格 結果一路退 退 退 現在退到立法院已經快退回原點了 是 再講一個正所稅 當時搞掉一個財政部長 劉毅如 全世界正所稅 沒有人這樣求 會說設一個天險 叫做八千五百點 好 現在說後來張聖和去當財政部長 先求有再求好 現在八千五也拿掉了 現在的正所稅 根本變成證交稅 結果在那裡說 這樣要有人扶責啊 張聖和說我不要替正所稅的事情道歉 難怪你越改革你的民調支持度越來越低 而且我在這邊跟大家預言 剩下三年的時間 馬英九的滿意度不會超過二十趴 他永遠就定在這裡了 是 包床一句話就好了 不用說那十八趴啦 有沒有 連動委員這兩百萬兩百萬都不用說 夢想加兩項 就可以讓我們不知道那個 保護他多久了啦 走幾個床 兩億三千五百萬 你就不在看兩億三千五百萬 你看五百萬的優質 是 這個我朋友還怎麼說 他說 因為李嘉輝看到媒體 就在拍馬英九在瞌睡 打瞌睡嘛 所以他寫了一個條 什麼叫總統 媒體在拍你打瞌睡 他下面署名啊 你知道馬英九是怎麼醒過來的 他不是被前面那句話 被媒體嚇到 而是下面他看到一個飛 哇他怕什麼飛 分什麼菲律賓 嚇一下 真的 你如果說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做總統 你想扭一下 也不會對你有什麼損失嘛 不過我們比較公平來看 有沒有人說他滿意度為無提升的 也有啦 我們看一下 馬總統連任就職周年 未來事件交易所今天公佈了 馬市政滿意度與支持度的評鑑 結果五月份 馬英九的滿意度與支持度 各僅百分之四十四點五六元 跟四十元 不過呢 跟二月還有三四月比較起來 價格微幅上升五點三六元 那麼交易所就分析了 近期全國一次對外 對非態度強硬 讓滿意度提升 哇我的解讀不太一樣 利弘兄 我的解讀說 通常我們如果看看世界這種政治的情勢 這種情形啊 他不上升個二十度 那都不算 那不是這樣 沒有錯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都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總統的天四良機 所有人站在後面 二十八 算二十八絕對沒有問題 那大家看到其他的民調 四五個民調 那個一個民調可能不準喔 四五個不滿意度都在七十八 誤差值不到零點幾 那個是非常非常 robust的資料 非常可信 那我剛剛回到那個李嘉輝那個 我覺得倒是有點悲涼 我覺得說李嘉輝是總統五發言人 是馬英九的親信 是他最相信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他的親信 他的幕僚 關心的是最累的事情 是 總統在打瞌睡 那如果媒體沒在睡 沒關係我睡睡這個 是 那讓我覺得說要睡喔 那會不會下一次 李嘉輝又寫了一個條字 也是庶明飛 總統可以睡了 媒體已經沒有在拍你了 這個還不是最糟糕的 糟糕的是說 總統你的褲襠沒有拉鍊 那我這次講是有點嘲弄 但是我說 我們馬英九總統的重要幕僚 心中想的是 馬英九這個人的形象 他的一些直直結結的小事情 今天馬英九躲到這個防災中心去 他說他要防災 但是我們民眾的解讀是 他在逃避他自己的超級風暴 今天我覺得很為他可憐 今天是他就職五週年 任總統五週年 台灣的經濟那裡悶 又被菲律賓欺負 這個時候大家會期望說 這國家領導人出來說話一下 講個讓我們民進士氣大政嘛 他知道他做不夠嘛 他如果出來說什麼話 因為他說五年了 我勸馬英九去看那個廣告 大家都看不知道幾百遍 男人不可以跟他出一家 你記得嗎 是 那個英龍兄 其實記連他說 我民調低 是因為我改革 今天不是最好的機會 出來說明我改革 是朝哪個方向 我做哪些改革的事情 這不是大好的機會 反正教育講提起壞 大家都在家裡聽他說的 那不是這樣 是啊 如果他真的有改革 改革還有性質 大聲說出來 是 台灣人真的這麼興契 你有性質 跟你說你沒有性質 不會嘛 所以這民調這個數字 是會說話 我覺得今天台灣人民 已經不是說有一個無論的總統 在那裡煩惱而已 台灣人民普遍已經開始在懷疑說 這個政府存在價達是什麼 如果這個政府存在價達 不可以讓人民的生活過了 比較好 讓人民未來比較有補充 甚至 剛才外國給我們 起飛的時候 可以站出來討論 如果政府都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這種政府存在有什麼意義 甚至 沒有政府 沒有政府比較好 是啊 因為國際也還有一些公義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馬英九主前五年 一個客觀的事實 是 臺灣 津替國家的力量 國立是整個 整體下滑 是 反映在每一個改戰 人民的心想 都感受很深 這才是馬英九 先生對臺灣帶來最大的危機最大的問題 是 這個馬英九 我們期待你打起精神 結果你給我打瞌睡 前臺灣人民認為這是一個 具有多麼實質意義的一個象徵事件 連這樣的一個調子 都可以讓媒體拍得到 可見 你就是路視認識了 你是整個假期 整座害了之後 那不是這樣 這段 稍後再休息 多謝 各位朋友 520馬英九連任酒淹一千年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馬英九打瞌睡 還有那張字條 陽光新南變成瞌睡到不行 哪會差那麼多 其實照理來說 有運動的人比較不會客氣 我相信是因為 馬英九總統真的太累了 太累了 把一些雜物分出去 不要好好的經營再三年 春三年嘛 我說我難聽了 春三年 再三年再春三年 你是說台灣春三年 還是他春三年 他春三年 不過他如果這樣下去 我說不會客氣 搞不好他自己健康也不好 可是我要說的是 從小 我們都說要做一個 做一個有用的人 也要做一個有信用的人 今天是他就職一週年 我們不是說要給他難堪還是怎麼樣 可是你要知道嗎 一直在說 因為他一直跟外國的媒體講說 他的支持民調支持率那麼低 13%是因為他改革 改革所以造成 改革的過程是痛苦的嘛 對吧 是艱辛的 所以然後民調那麼低 我跟你講 各位觀眾朋友 你知道全台灣最應該改革 最需要改革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馬英九 為什麼呢 做一個有用的人 更要做一個有信用的人 我還不記得 大家都不記得 就職五週年 我還記得633 633做不夠關一半薪水 到底改了沒有 到底有沒有兌現 連話 照道理講 今天就職滿一週年連任 有成績 一定要大聲的報告 沒有成績 要大聲的解釋 為什麼沒有成績 我是認定的 他在心理上已經 中間退縮到 算了 利用這個機會 我不要去面對台灣人民 謝謝老師 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 我認為未來三年 應該剩兩年 因為最後一年不會有的 未來兩 兩個就職520 大概都不會有活動 因為很久 趕快躲 因為他實在找不出成績 跟大家報告 其實今天應該大家去看 回過頭去看 2008年5月21天 差不多跟今天 這邊拍到打開 所以同樣的時間 大概早上差不多同樣的時間 當時的馬英九 是多麼的意氣風發 當時有多少台灣人 其實是很高興的 哇 終於選到這個總統了 是清廉 形象又好 能力又好 又有國際觀 台灣一定未來一定是起飛 你準備好過好日子了嗎 結果呢 五年 五年的時間 不要講633好了 馬英九 你開的支票 有哪一張是兌現 前幾天國民黨中常委 邱附生才在講說 是 因為國民黨 近年都在上繳中央 十七億 是 邱附生說民進黨只四億 就可以運作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花十七億 他建議馬英九說 把黨產捐出來 馬英九當然不會答應 捐黨產 因為捐黨產 對馬英九來講 那個是比捐薪水更嚴重的事情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怎麼繞起來 主持人說的 我完全同意 他是心虛 是 心虛所以繞起來 這是台灣很大的鼻子 馬英九的存在 現在已經變成台灣人最大的噩夢